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中時觀眾跟粉絲朋友 掃描QR Code訂閱 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美國衛生部長 這個下個禮拜訪問台灣的行程 引來了中國的強烈抗議 胡錫進直接發文說 美國真敢的話就乾脆台美建交算了 事實上這一次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反而公開發文說 美國衛生部長訪問台灣 是要向台灣請益 而台美關係在改善的同時 美中的關係再度惡化 國防部長艾斯培接受訪談的時候 直接表達說 美軍要打就要贏 而且美國國防部內部 至少五成以上的戰力 全面跟中國競爭 而這樣全面戰中的相關的氛圍 使得影響到台海跟南海之間的角力 包含最新美軍逼近廣東的夜間偵查 這個事實上也引來中國強烈的抗議 這一次中國的反彈 它的最新的說法是美軍挑釁 然後美軍這樣的作為 影響了台海南海跟西太平洋的格局 這背後會有多大的影響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汪浩大哥 大家好 再來是產經新聞台北知識局長石板明夫先生 大家好 再來是朱岳宗 大家好 再來是李征浩 大家好 再來是翁杰 大家好 再來是黃創夏 大家好 好 胡錫進之所以說 美國增感的話 就乾脆跟台灣建交算了 那主要要抗議的當然是 台美關係不斷的提升跟改善 然而就在這個提升跟改善的同時 美軍關係不斷的惡化 美國國防部長最新的說法是這個仗如果將來要打 就是一定要打贏 好 創夏剛剛看到的是美國國防部長直接開嗆說 不怕打仗 美軍要打就一定要贏 可是同一時間中國也抗議 中國抗議的具體內容 當然跟台美關係的這個緊密有關係 這一次美國衛生部長的訪問台灣公開行程 胡錫進直接嗆 美國真敢的話就直接跟台灣建交 所以現在美國的國策越來越清楚也越來越明朗 就是針對台灣 美國想做什麼就說什麼 不顧北京反對 你北京任何反對 美國就是不顧北京反對 我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然後不顧北京反對之下 所以雖然美國的外交 中國的外交部出來抗議說 衛生部長艾薩 下個禮拜就要來台灣 但是彭佩奧就說 這是我們的一貫的政策 我們就是這樣子會做 而且會持續下去 在這樣一個美國這麼強悍的態度之下 胡錫進就很生氣了 就開始直接嗆嗆了說 你美國真敢 你就直接跟台灣建交 但是美國根本不甩胡錫進 而且告訴你說 我真的很敢 敢在什麼程度呢 國防部長艾斯培特別的公開的講說 美國準備 美國不會打算跟中國打仗 但是如果你要打的話 美國就會打 而且我一定會打贏 這是艾斯培講得非常的清楚 非常直接 他是說 美國不只是已經把中國視為主要的戰略對手 而且美國已經確保要有備戰的人力 只要有需要的時候 美國一定要打 而且就可以打贏 然後在這個時候 他還特別想說 現在他已經在整個五角大廈 下令成立一個專門針對中國的戰略和團隊 要研究針對中國所有的戰略 所有的狀況的一個研究 而且要把這個東西給貫徹下去 所以所有的軍校 國防大學以上 你百分之五十的課程 百分之五十的資源 通通是要研究中國 了解中國 掌握中國 這一次美國已經是把當年 針對蘇聯的力量 全部拿到中國身上來了 而在這裡面 艾斯培還講說 而且不止如此 還要號召美國所有的盟友 一起來抵制中國 因為他們這次這次疫情的時候 利用疫情太囂張了 欺負這個世界太囂張了 然後整個艾斯培只是這樣說了 還不止 他又特別的美國 又重新放了一個影片 這個影片是什麼 從加州那邊 打了一個現在全世界 速度最快的超高音速 Hypersonic的飛彈 然後直接的命中目標 這個Hypersonic的飛彈是什麼 它達到十七倍的音速 這十七倍的音速 比目前中國號稱的 航母殺手東風21 東風41 快了兩倍以上 而最厲害的是什麼 它是一個滑翔體 它不是過去彈道飛彈 打到它的氣層再回來 會給你偵測到 它在大氣層的邊緣裡面 利用像太空梭的技術 或是微真理的技術 在大氣層裡面突然放下來 你偵測不到 你抓不到 在整個大氣層 在整個氣體裡面滑坡 完全無從偵測 十七倍的音速 直接給你擊中 美國就告訴你說 這才叫做我們真正 美國的力量 我要打 我就能夠打贏 那這個是打給北京看的嗎 當時打給北京看的 不然它為什麼往亞洲這邊 往太平洋這邊打呢 然後就告訴你說 你們那個舌次 還是用的就是 打到它氣層再下來 傳統的六十幾年的 彈道飛彈技術 我用的是 微真理是美國NASA 整個太空梭的技術 超越你數十年 我就打給你看 而且你完全無從偵測 所以這個時候 美國就說 我打就要打贏 蓬佩奧也是講這樣子 所以在此時此刻 你就看到 胡錫進只能挖挖叫說 你們就建交 可是如果真的 這個情勢下去 全面戰爭下去 搞不好 有一天胡錫進的預言 會成正 好 那我請教像明杰 現在美國軍方 對於中國的態度 是非常強硬的 對 事實際上 我們先來談 這兩天的這個台海情勢 當然我們看到 有所謂的美軍 在颱風過後 持續的對這個中國 進行這個抵禁偵查 那為什麼頻頻有 這樣的作為 當然是有一個威脅 存在那裡 我們看到就是說 這個國際媒體有曝光 一張衛星照片 那談到說 這一個解放軍 它的東部戰區的司令部 裡頭有部署了 數量不少的 PCL-191型的 多管火箭車 還有ZBD-05型的 兩棲登陸車 那這樣的一個裝備 當然部署在東部戰區 那特別是它的這個司令部 是在福州 那被外界這個認為說 是不是戒指台灣 可能要對台灣 有動武的動作 不過我覺得這個訊息 我們先冷靜去 這個研判 先不要自己嚇自己 第一個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 PCL-191型的 這樣的一個多管火箭 它去年11的閱兵 有首度曝光 曝光之後呢 其實它的部署 去年12月的時候 它就已經被發現說 它已經這個前進部署 在這個福建的廈門 也就是說 比它這一次 東部戰區司令部的福州 要更前進部署 那時候就被外界視為說 這個是解放軍 在這個對台 做一個武嚇的動作 那這一次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曝光 當然 因為外界擔心說 這樣的一個多管火箭車 它的一個火力 是不是會對台灣的防衛上 構成威脅 那特別是它這一型的多管火箭車 簡單來講 跟我們過去在講說 台灣準備要跟美國採購 跟美國陸戰隊現有的 M14兩種多管火箭車 海馬斯系統 有點類似 那它是有8枚的這個火箭彈 射程號稱可以到350公里 那同時它也可以跟這個 ATSMS的系統一樣 它可以換裝兩枚的這個戰術導彈 射程可以到500公里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火箭彈 再加上前一陣子 它的這個北斗三號 這樣的一個全球定位系統的開通 那就是說過去火箭彈的攻擊來講 它的精準度一向是不高的 它是打面的 那它現在加裝了這一個 全球定位系統北斗三號之後呢 這樣的一個火箭彈 它就可以比較精準的去定位 那命中它要打擊的一個目標 那它的優點是相較於過去 如果傳統的飛彈來講 它的這個戰術導彈來講 戰術導彈 動輒這個數千萬 可能上億都有 那它的火箭彈相對來講成本較低 所以它的數量可能會比較多 那它如果以量來襲擊台灣西部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軍用設施來講 對我們防禦上的確是有一定的壓力 不過部署這樣的一個多管火箭車 背後意涵 當然解放軍它在展示說 它對台的這一個武鬥的這一手 是不放鬆的 那所以它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展現 不過這有中間有幾種可能性 就是說一個 先前事實上 我們看到這個美軍軍機 不斷的抵近偵察 我們也在這個推測 這個解放軍 其實它在東南沿海 先前可能已經進行過 所謂的這種大規模的兩棲的一個 包含這個立體登陸的軍演 那這樣的一個多管火箭車 可能在那時候就已經有上場 登場去演訓過 第二個就是接下來 也許後頭還有這個包含第二波 或者是後續的一個 可能對台的一個武嚇動作 所以它已經調集了這樣的一個重共 它事實上有兩個炮兵旅 裝備這樣的一個多管火箭車 那準備在這個地方進行部署 不過最後一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要強調就是說 我們要研判它後續的動態 是不是的確會對台進行一個 實際上的一個軍事威脅 要看說這一批 它現在是部署在它的司令部 可能是它的駐地 因為它事實上本來過去在72集團軍 它有另外一隻炮兵旅 在這個浙江的湖州 那調派到這裡來 也許它這個準備下一波 有其他的動作 但是它目前還在所謂駐地 還沒有進入所謂的陣地 如果它前進部署到所謂的陣地 到東南沿海的情況之下 或許有可能它會展開 下一波的對台的一個軍演 那當然也不能排除說 它有這個更高強度的 對台的這個軍事動作 那相較於說解放軍 這樣的一個動作頻頻 我們看到我們剛剛談到一開始 就是美國軍機 它的一個對中國的一個偵查的動作 中間這個真的非常的嚴密 就是說除了中間一兩天是因為颱風 那颱風那個情況之下 當然包含解放軍自己的內部的一個 相關的動作都要暫停 那美國軍機也受到影響 所以有一兩天的時候 沒有出現在台海空運 結果颱風一過 馬上就出現有三架的軍機 包含KC-135P-8A的反潜機 那中間有一架E-8C 它又這個接近中國廣東 那也就是在東沙的北側 事實上那個區塊 大概就可以徵收到 我們剛剛談的 它在這個福建的 這個東部戰區的司令部 這些所有的地面的這些狀況 因為E-8C上面的這一個 它的這個雷達 只要地面上少過一遍 所有的軍用的這些設施 包含像這種飛彈發射車 或者多管火箭車 對它來講是最容易掌控的 所以等於美國 他在持續的在監控這個區塊 你今天解放軍只要有一舉一動 美國相對的 他就相對應會這個標派更大的兵力 來維持一個台海的平和 這一直持續在做一個 預防性的一個防禦 那包含剛剛這個 美國國防部長艾斯培講 就算真的要開戰 美國也一定要戰勝 所以美國一定有這一個背後 有一個很嚴密的一個防衛計畫 已經慢慢在成形 跟在這個執行中 那同時今天我們看到 解放軍的威脅也不止於此 他另外有一艘 這一個先前我們談過 075型的兩棲突擊艦 那昨天在這個上海普通 他等於說正式的 這個進行 這個要出海進行海撤 那這個海撤跟海市 大概需要 應該也要幾個月的時間 不知道因為這是首艘 那他相較於航母 是不是時間會縮短 我們不清楚 但是的確 美國過去一直擔心 就是說中國的造船的速度 的確是非常快 以這一艘在 滿載將近三萬噸的 他事實上本來就是仿造 美軍的這個黃蜂級的兩棲突擊艦 那在不到一年的時間 就已經這個把它打造出來 那接下來當然要 這個海試完之後 他還是要訓練 那要真的成軍跟服役 當然我想沒有不出半年一年 也沒那麼快 但是再加上在最近美中的這樣的一個角力的一個氣氛之下 他當然要刻意藉由這樣的一個大型艦艇的一個出來的一個動作 做對美的一個軍事上也是一個警告跟威責的一個動作 不過相較之下這樣的一個075的一個兩棲突擊艦 他未來準備打造三艘 那第二艘現在也下水 正在這個打全速這個趕攻之中 那這樣子三艘的075的兩棲突擊艦到底在台海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當然對解放軍來講 他不斷的宣稱說這樣子可以提高他立體登陸的能力 也就是說這樣的一個兩棲突擊艦上面可以搭載 將近28架的直升機 不過我們看到就是說過去以解放軍的直升機來講 如果他是海用的 他基本上譬如說直8直18這樣的都是以運兵直升機 他希望用這樣的一個兩棲突擊艦 在對敵方兩棲搶灘登陸的過程中 他從空中來 然後在敵後的這個灘案之後 再進行這個立體登陸 不過他缺乏的就是一個武裝攻擊直升機 所以我們昨天也談到 他武之時開始在進行跨軍種的落艦訓練 那未來不排除他的武之時 從陸軍會轉用到海軍 那直接在這一個配備在這一個 075的兩棲突擊艦上面 不過我還是要強調就是說 075他在台海的消耗 我個人認為事實上 他能發揮的功能相當有限 就是說第一個他是大型艦艇 你今天這種大型艦艇 這個3萬噸一旦進入台海 事實上他是一個很好的攻擊目標 那這個可能他的防禦性 都不如這種小型的逆中快艇 那這樣的一個大型艦艇 一旦接近台海中線 甚至你跨過中心的時候 台灣的各式的反艦飛彈 就會開始啟動 包括他們的熊山 空射的魚叉 未來還有陸基的魚叉 所有的這個飛彈都會指向你 對他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所以他未來比較有可能的是 他會繞到譬如說東部 或者繞到北面或南面 但不過問題是東面 又不是一個好的一個 登陸的一個這個區塊 所以對他來講 現階段也許未來 我們會看到他真的登場的時候 或許可能反而是在跟美國 我在南海這裡爭風爭霸的這個過程中 有可能會這個真正讓他這個開第一槍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美國衛生部長 訪問台灣引來了 中國外交部的強烈的抗議 那胡錫進最新的抗議說法是說 美國真敢的話就跟台灣建交算了 那對此呢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事實上回應了說 這一個主要的訪談 很大的核心是要向台灣請益 好 請教一下石板明夫先生 剛剛看到的是美國衛生部長 艾薩跟美國國務卿公開的談論 那主要這個訪談的其中一個公開的說法 是台灣防疫的成功呢 美國想要向台灣請益 嗯 怎麼說呢 這個這一點就是 我覺得就是首先看起來就是說 比如說美國他每天都會拿出一個新的驚喜出來 就是說美中的這次對決的時候 我想習近平也完全沒有想到的 就是說美國竟然有這麼多張牌 他一會兒在法律上一會兒要告你的疫情 要賠償 一會兒又要封你的院士館 一會兒要禁止你的共產黨員訪問 一會兒又是說把你們的這個制裁共產黨的領導 現在又去台灣又立法 所以說每天都會有新的這個招數出現 那麼中國呢 就是一開始就是說中國絕不惹事 但絕不怕事嘛 您如果要想你想跟我鬥的話 我們堅決會報復 但是他現在已經發現已經完全潰敗掉了嘛 像是像這一次 美國的衛生部長訪問台灣 中國想報復的話 我很難想像他用什麼方法來報復 他自己的衛生部長派到台灣來嘛 所以說就是現在的美國出招以後 他已經變得不知道該怎麼報復了 所以說我覺得這招就更顯示著 習近平在完全沒有想好的情況之下 就貿然的對美開戰 他根本沒有想到美國會有這麼多手段來治他 那同一時間這幾天香港的民眾 有一個民調的相關的這個訪談的結果 然後呢一般港民心中認識的政治人物的評價上面呢 顯然這個是有不同的支持度跟排行的 所以以這一次來講 台灣的整體的支持跟這個評價也是不斷的拉升的 對 我這次我覺得這次這個民調很有意思 它是就是說台灣和中國的十個領導人 中國出了六個嘛 然後台灣出了四個 放在一起排哪一個就是說支持哪一個最高 那麼其實呢我覺得這個呢 還是比較反映香港人的 有香港的地域特點啦 比如說朱鎔基排的第一名 這個點我個人認為它的最大的原因是 一個呢是就是說去年的 傳說去年的北台會議 朱鎔基是唯一一個反對鎮壓香港的 還有一個是傳出去年的 就是圍攻香港理工大學的時候 有一個姓朱的女孩子 可能是朱鎔基的孫女 這兩個其實都是沒有得到確認的消息 但是說通過這兩個事情 對白朱鎔基的形象 在香港人的心目中提升了很多 但其實呢朱鎔基大家都知道是96年的時候 恐嚇台灣的中國總理就是他嘛 那其實呢在朱鎔基 我也觀察中國的朱鎔基是一個 非常有政策執行能力的一個人物 但是其實他的政治理念並不是很清晰的 特別是在對政治改革上面 基本看不出他有什麼動作 他在政治改革上面的積極性 要比溫家寶差得多 那麼但是說呢有意思就是說 我覺得還有一個呢就是說 習近平排名第八 第九是韓國瑜第十是陳水扁 我覺得這個排隊也不對 韓國瑜和陳水扁要比習近平強得多啊 真的啊 他不是完全不是一個黨次在排隊 一個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 和一個獨裁國家的政治人物 是完全沒有可比性的 那麼習近平呢首先呢 我寫過好幾本關於習近平的書 特別是我印象很深的 就是習近平呢在 習近平當國家主席之前 2010年的時候 我去採訪過楊家和陕西的習近平當年插隊的地方 其實呢我就是他 習近平18歲就當了他們的這個叫大隊的書記 也就是在村裡邊的生產隊的書記了 那麼當時呢我問了很多人 這個客觀評論 他習近平作為生產隊書記 他是很称職的 因為呢因為他周圍啊都是文盲 然後呢習近平呢他是1953年生人 他10歲的時候他父親就被打倒了 那基本10歲的時候就沒有好好上學 那麼66年他13歲的時候 中國就爆發文革了 他就完全失學了 失學以後呢16歲他就到這個 梁家和去陕西的農村去插隊去了 那去插隊的時候呢 雖然你想小學畢業基本處於一個半文盲狀態 但是說呢周圍全是文盲 他一下子就變成村裡自有學問的人了 哦對 那麼就是在村裡邊 比如說每天去勞動去下地幹活 然後比如下雨的時候 沒辦法出去的時候 就在窯洞裡面 大家都聚集在習近平的窯洞裡 聽習近平講故事 他就給講什麼三國演義啊 水浮專啊 紅樓夢啊 這故事開始講 但是他插隊插了七八年呢 那麼長時間早就講完了 然後他後來開始瞎編 但是這些人呢 也大家都都是沒有什麼 他講什麼是什麼嘛 所以習近平他就是非常有自信 然後呢 後來呢 他一 就是說 但是他通過這些故事這麼多年呢 他後來的執政方向 他其實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帝王將相的思想 什麼才子家人 還是在中國傳統的那一套的故事裡邊 衍生出他的政治哲學 那麼也就是有一個話 有一句話叫認知極限嘛 所以他根本不了解西方的民主是怎麼回事 真正的外國是怎麼運作的 所以說呢 他其實他不是不想理解 他是理解不了 莊子有句話叫 夏蟲不可與兵 夏天的蟲子生於春天 死於秋天 他沒見過冬天 所以說你跟他講 兵是怎麼回事 他總演永遠是聽不懂的 那他通過這種程度呢 他就自己呢 後來呢 他上清華大學以後 他父親就平反了嘛 然後他就變成一個 你牙內了嘛 周圍有一群小人跟著他 天天吹捧他 他自己呢 就很膨脹 很膨脹以後呢 他說什麼都是 都是認為是真的 但是同時他也知道 自己的學問不行 但是說 比如說他最後來 現在他有個外號叫 錯字地嘛 就是說念錯別字特別多 比如說他那個精湛 他精湛的記憶什麼 精湛他念成精慎 他講報告 做報告的時候 這個善養老人 他念的是瞻養老人 然後還有就是 就是西藏有一本書 叫格薩爾王 他念成薩格爾王 就是非常正確的 反映一個小學生的文字水平嘛 所以說呢 他但是說呢 習近平 給習近平打工 打工最辛苦的是 習近平周圍都有很多精英嘛 哦 對呀 這些人呢 必須要在面前裝上文盲 哦 有學問的人 在半文盲 要演得剛剛好 對呀 演得剛剛好 顯得他的見解 比人高一等 所以說呢 演得不像的人 或者是這個 裝得不像 不屑於裝的人 都離開他了 所以他周圍 只剩一群小人 所以說呢 他現在 就是說 雖然在中國治國呢 他有一個遠大的志向 但是說呢 他沒有政策 執行能力 這個執行能力 但最近 那照這個意思是 至高才輸哦 對 至大才輸 就是這個意思 對 就是志向很高 可是才能 沒有辦法 跟志向 跟到位啊 對 這就是這樣 然後現在 最近網上 有一首詩嘛 就是說 是誰啊 用最短的時間 搞垮了 中國的外交 是誰用最短的時間 搞壞了 中國的經濟 用最短的時間 把中國的 外匯儲備 幾乎見底 用最短的時間 讓美國的 中國包围網 迅速完成 用最短的時間 把台灣 香港的 中國認同力 認同程度 降到最低 這個呢 就是說 他一定是 美帝國主義 派到我們內部的臥底 所以說呢 就是说 他要破壞 所以叫總加速 是嗎 他要破壞 這些東西 是很有本事 因為周围 都是一群小人嘛 都順著他说 所以現在看起來 他的很多政策 全是誤判 包括這次 對美國也是 但是最近 出現一個比較 怎麼說呢 我認為對他來說 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 現在美國要攻打 很多傳說 日本的媒體 也有很多報 就是黃岩黨 要攻擊黃岩黨 這個如果一旦攻擊掉的話 整個習近平 他自己的形象 就完全破功了 因為呢 就是中國每一代領導人 在這種獨裁國家的時候啊 他這所有的政治人物啊 都是被自己的語言綁架的 就是說 因為他沒有通過選舉嘛 在民主國家沒有關係 最後在選票 建政章嘛 你說什麼的話 你只要大家同意 認同就可以嘛 就像馬英九 說過一百多次 不參選台北市長 後來出改了 也當選了 就沒有問題了嘛 但是說呢 習近平這種人呢 他自己說出什麼的話呢 他不能隨便收回來 因為沒有選票檢驗嘛 那麼在歷代 比如說毛澤東呢 毛澤東是讓就是 他說什麼 他要把大家帶向共產主義 對 就是一開始 大家要相信他嘛 後來實在 代步上了 他又搞個文革 又乱七八糟 把國家弄成 這個一片混乱 蒙混過關 去幹嘛 然後第二個是鄧小平 第二鄧小平說吧 中國呢 富裕 讓大家共同富裕 這個其實鄧小平做得到的嘛 有一部分的人富裕 對一部分人富裕 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然後聚好 然後一部分人就沒有了嘛 但是說呢 畢竟中國經濟起來了嘛 所以鄧小平他跟大家的契約 他等於說他是作為政治人物 他的公約是這個 但習近平呢 是說我要把中國強起來 我要強大 對不對 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這大家是他政權支持的力量嘛 但是中間要強大什麼呢 就是讓外國人尊敬我們 讓外國人怕我們 所以中國是搞不清楚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但是現在很明顯 就是外國人就不尊重他 不尊重他嘛 然後呢 還有一個 就是他如果把中國變強 但他變強 黃岩島如果被美國人打了的話 這大家就終於明白了 這是怎麼回事 習近平的上台以後呢 一直講一個叫 就是中國突然間變成非常有名的 是漢代有個叫陳湯的 他寫句話叫做 犯我大漢者 雖遠必誅嘛 就是說只要 麻煩你走得再遠 我一定要殺掉你 去報復嘛 但黃岩島就在你最近 很近的地方嘛 如果他動了黃岩島 你沒辦法 雖遠的去 近的就算了 可能不能這個格局嘛 所以說黃岩島 如果他被攻擊的話 他這麼多年 他製造出的形象 一下會垮掉的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下個禮拜 美國衛生部長訪台 那這成為美中台角力的外交 這一個重大核心事件 那美國方面全面的力挺 不僅僅是國務卿公開表示說 這個是向台灣請益 事實上美國國會也強力支持 好 汪浩大哥剛剛看到的是幾個美國國會議員 強烈支持這一次衛生部長訪問台灣的外交行程 而且都公開表示說 這個向台灣請益 可是同一時間 總加速師身旁的小加速師 胡錫進又嗆聲了 他今天很嗆 他說美國真敢直接跟台灣建交 對 這個美國當然這次也是兩黨一致支持 因為美國是兩黨一致通過的台灣旅行法 就是要鼓勵美國政府的高級官員來台灣訪問 那麼這次因為疫情的關係 正好是美國衛生部長可以來台灣訪問 是非常合適的 那當然也是表示了這個美台關係的一個深化的一個象徵 那這個胡錫進當然他是這個 我自己覺得他主要是為了在中國內部賣報紙 他這個人對於國際關係理論是一跳不通 然後天天就是喜歡語不驚人事不休的那種賣報紙的這個說法了 所以我覺得他講話看看就好了 不然的話他很容易將來有一天會成為中國的習近平的王力和這個聶元智啊 如果大家記得話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毛澤東也有很多打手啊 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和聶元智 他們就是整天喊這種很激進的口號啊 到處鼓吹去打別人打劉少奇打鄧小平打周恩來打 那後來後來這個毛澤東實在受不了了 最後把他們都當作反革命給關起來了啊 所以像胡錫進這種人將來有一天被當作反革命給關起來 我也不會驚訝的 所以我是建議他還是稍微悠著點啊 這個不過呢 這個從台美關係的總體的發展來講 我覺得這個美國考慮跟台灣建交 這不是說一個不可想像的東西啊 因為你如果看川普在當選以後 曾經跟蔡英文總統通過電話嘛 當時川普也就是四年以前 川普就曾經提過這個 美國是不是有必要重新檢視一下 他對於台灣對於中國的政策 美國有必要重新檢視一下 美國跟中國簽署的三個聯合公報 這個上海公報和這個中美建交公報和這個817公報 那個但是過去四年來 美國政府沒有具體的去做這件事情 而是通過一系列的國內法 來進一步的加強美國台灣關係法的實質內容 使得這個台灣關係法有更多的具體可執行的 這個其他的法律來輔助啊 但是他並沒有要推翻美國跟中國的三個 這個聯合公報的內容 但是我認為這個川普如果第二次連任以後 第二屆從這個本質上改變美國跟中國的三個聯合公報的這個趨勢是有的 這個方向是可能的啊 因為這個所謂中國跟美國的三個聯合公報的整個 建立的基礎是在於美中聯合對抗蘇聯 而這個最大的這個地緣政治的原因已經早就消失了 而現在是美中對抗啊 這樣一個地緣政治的關係 所以說在我看來 這個三個聯合公報作為歷史文件已經沒有太大意義了 那同一時間請教一下月中 中國這一次遇到的當然是這個國際的反中的氛圍 那另外一個是全球爭相爭取中國相關的世界工廠 移出來的供應鏈跟產能 這幾天我們看到印度的投名狀確實是最兇的 現在全世界對中國最兇的國家算印度 可是同一時間我們也確實看到整個產業鏈的大迁徙 那個也是一個時代的歷程 是 好 我們現在講 這兩天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還開了記者會說 說什麼 說中國沒有也不會出現外資大規模撤離 然後產業鏈供應鏈外遷的現象 好 我們就來幫汪文斌做一下複習 他既然記憶力這麼差的話 來 我們先從三星看起 三星就在8月1號宣布 他在中國的最後一個PC廠要關掉了在蘇州 特別注意到這個PC廠以前很不得了 他在2012年的時候是從全中國 注意 全中國第20大的出口廠商 一年出口300億人民幣以上 可是到去年只剩下高峰的四分之一 所以他就乾脆把它關了 關了以後就是整個財源 好 而且光三星一家 過去我們只統計從去年以來到目前為止 他關了什麼東西呢 他關了在廣東的手機廠 蘇州的電機廠 山東威海的印表機廠 申俊的通訊廠 2018年底他還關了天津的手機廠 所以他現在在中國就只剩下什麼呢 只剩下蘇州還有一個LCD廠 再來就是在陝西還有快閃記憶體廠 就只剩下這樣兩個廠 所以你看到三星一家公司就搬了這麼多廠走了 好 而且現在要離開中國 你以為那麼容易嗎 真的沒有 而且剛剛講三星的出租廠要關廠 他要賠錢耶 來 你看喔 網路上把他的賠償方案曝光了 好 一共分六個部分 按照你的年資 幾年就賠你幾個月薪水 如果你夠資深的話 還會加賠一到三個月的月薪 所以我打個岔喔 如果是十年年資 可能就是十個月薪水 至少十個月 然後再加一到三個月 所以如果是十年資歷的人 可能拿到十一個月或十三個月 沒錯 好 那再來 除了這位還有加什麼 基本勤務獎金至少三千塊 如果年資超過三年 再加一千 好 那再第三個就是 因為我把你fine了掉嘛 你要再去找工作 所以我再補貼你一筆錢 那按照年資有一千到六千不等 最後一個 還多送你一台電腦 好 把倉庫的電腦拿出來送 人家就有比較喔 他說之前那個 剛剛我們說的這個惠州手機廠觀察的時候 沒有這麼好的條件耶 沒有送手機喔 沒有剛剛我們說的那麼好的條件喔 所以你就知道 現在要離開 因為這個現在真的是大家都想走 你要走越來越難走啦 好 那三星走了以後到哪裡去 當然就到東協 到印度去喔 尤其你看到才三月份 砸大錢在越南要投資 蓋一個新的一個研發中心喔 不是組裝廠喔 研發中心喔 而且他在整個越南 你看到已經有至少六個工廠 兩個研發中心投資金額超過一百七十億美金 好 那印度的部分當然三星也絕對不會放過 在 就在今年他剛蓋一個號稱全世界最大的手機組裝廠 在印度的首都新德里 好 然後呢 即將要蓋的是 是在這個北方幫 好 要蓋這個手機面板廠 而且又投資了七億美金 所以你看到光三星在印度已經投資了 五個研發中心 一個設計中心 兩個工廠 還沒有說即將要再蓋的 那再來喔 我們之前也講過 日本政府補貼日本企業搬離中國嘛 現在美國也要跟進喔 那只是還沒有確定喔 但是已經說出來了喔 白宮方面要考慮給你搬簽費 好 所以你看我們幫大家整理 已經搬出來的你看到包含了 微軟 臉書 亞馬遜 谷歌 這些都到印度去了 蘋果我們剛剛之前也講過很多次了 他也很多到印度 也有一部分在越南的 好 那再來來台灣的也有 戴爾跟惠普來台灣 然後再來玩具業的孩子堡 準備到墨西哥 印度跟越南 之前業的Sketchers的鞋子 好 到印度 到越南 然後再來這個Sketchers 他到哪裡 到柬埔寨去 所以你看這麼多從科技業到純產業 也都在搬離中國了 好 那當然最近還有一個更熱門的就是 微軟到底要不要收購TikTok 也就是抖音 好 那你看到這個白宮的貿易 貿易顧問就出來想話納瓦羅說 你這個微軟啊 過去幫中國做了那麼多狗屁倒灶的事情 甚至你的搜尋引擎 然後跟你的這個Skyping 這個都在幫中國去過濾這些資訊 那你現在要接中國的這個軟體業 那你是不是應該把在中國的投資都停掉 好 所以最新的 就是納瓦羅的核心思想裡頭 他認為如果你在中國有重大失業 你都會被綁架 實際上你可能接了 表面上我接了 可是你實際上還在幫中國做這件事情 所以納瓦羅的邏輯就這樣 好 所以最新的消息出來了 微軟據說已經跟TikTok已經談好了 那收購的金額大概是300億美金 然後微軟同時有提出一個條件說 我如果真的接手之後 一年之內我會把抖音的 在中國的伺服器全力搬離中國 這是微軟現在已經講出來的實際的情況 再來台灣這兩天也有大廠搬離中國 美容店專門做音響或是各種音訊方面的設備的 也離開中國了到哪裡去 他到印尼去 印尼也很重視 我們之前都講越南 講印度 你看到 因為他們要到印尼投資 越南總統 印尼總統 佐克威親自接建 七家公司 其中就包含我們剛剛說的美容店 還有台灣的建大輪胎 好 那你看到像右邊那個照片是 印尼當地的新聞媒體報的 你為他的新廠動工破土 所以他們的所謂的投資協調委員會 就相當於我們經濟部的投審會的主席 親自去參加破土典禮 哇 你看表示很重視 那美容店是投資九千萬美金 那建大輪胎他晚一點 他會在萬丹省也會蓋一個廠市 投資1.5億美金 所以你看到台灣的大廠 如果沒有來回來台灣的 其實也都往東南亞去了 好 再來 李嘉誠 這過去我們也講過很多 他能在中國的真的是能賣又賣 就繼續賣 現在又最新的消息 7月底李嘉誠又把他在成都的資產 給賣掉了 是一大批的住宅房盤 一共2萬3千多間 一共賣了多少 合台幣大概147億 以港幣來算大概38億多 那有媒體統計的 就過去這幾年來 李嘉誠在中國賣的產業 已經超過1000億人民幣了 哇 那真的是一個 所以李嘉誠很明顯 鄧小平改革開放 他第一個殺進去 然後他開發北京王府井的地產項目 然後習近平當家 他一路賣 就年年賣 每隔一陣子就賣 賣完了上海賣成都 能賣的都賣 是 所以我們剛剛說 已經賣1000億人民幣 台幣4千多億不得了 好 那再來呢 彭博他們去統計 這一次因為不斷的外遷 加上香港自己本身的問題 香港的首富家族 就是香港新鴻基集團的郭氏家族 因為這些香港的相關問題 包含了剛剛我們說 這些不斷的這些遷移的問題 讓郭氏家族過去一年 他們的財產損失了80億美金 從原本的380億美金 到現在只剩300億 整整去掉80億 80億是台幣將近2400億耶 可是偏偏的 新港版的國安法發佈的時候 結果新鴻基的主席還出來說 我支持 沒有辦法 因為他有80%的產業 還在香港 另外20%在中國嘛 所以他不得不出來宣誓效忠 即便財產這麼大的損失的情況之下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美中關係惡化的同時 台美關係更加的緊密 但是在台灣最大的政治風暴 還是立法院的相關集體收賄案 而且徐永明退黨一案 時代力量竟然爆料 這個要討論此案還要簽本票 跟黑道討論事情一樣 對 時代力量這一次處理 他貪污案的過程中 真是刷新大家的三觀 黃玉芬跟林宇夢是誰 兩個時代力量的台北市議員 對不對 他今天說要退黨 退黨是一回事 就他退黨的過程中 記者訪問 賭麥 他就說沒有啦 因為這太離譜 紀律委員會在討論徐永明案的時候 要求大家要簽本票 還有保密條約是怎樣 黑道六合產 是要簽本票 這個東西是時代力量 保密條約我還可以理解 簽本票到底想幹嘛 不是 他是說 你如果泄密的話 本票的話直接壓你財產 你是時代力量 我沒有要求你紀律委員會 公開透明就好了 我沒有要求你直播就不錯 你閉門會議就算 還叫大家簽本票 這對我覺得非常非常離譜 那這個東西 其實坦白說真的刷新 大家對時代力量的三觀 譬如說 這次看到蘇正清 或什麼什麼 廖國洞等等 大家不太訝異 可是時代力量 捲入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每一件事情 處理的方式 都很離譜嘛 我們剛剛談的是簽本票 然後說什麼保密協定 還有徐永明交保的當天 有五個時代力量的決策委員 去送暖 送暖就算 還送什麼徐永明 最喜歡喝的林卡可樂 要給徐永明喝 你要不要乾脆 連豬腳麵線都一起收 你這是漏麻當有趣 這個東西 大家全部都最高標準 對不對 你今天是因為貪污案交保 你不是無保請回 你是交保 你交保只是代表說 你沒有串證滅共之魚 結果你還去送暖 然後送可樂 然後還有人特別說 我在這邊已經等徐永明兩天了 我就證明他是清白的 漏麻當有趣 民進黨跟國民黨 這兩個人都說了 只要積壓就停權嘛 你這個東西還搞這個東西 然後呢 旁邊史黛利昂秘書長 還在旁邊捅刀 捅徐永明的刀 很簡單嘛 徐永明不是被深壓禁見嘛 他中間完全不知道外面訊息嘛 徐永明在檢察官問說 當然是思考否認說 我沒有收錢 我沒有收錢 就史黛利昂秘書長 在外面直接說 有啦 有收這筆錢啦 只是這筆錢是幹嘛 那還發薪水之用 徐永明聽到一定會昏倒嘛 結果呢 好了 大家都去查 你史黛利昂有收錢 對不對 怎麼收 要嘛就進政治現金賬戶 賬戶對不對 就發現沒有這一筆 一百萬的賬戶的錢啊 就隔天改口說 不是啊 這筆錢不是進到 這個政治現金賬戶 我們史黛利昂有兩個賬戶 一個是政治現金賬戶 一個是日常之用的賬戶 哇 一個公開透明的政黨還可以有暗賬就對 就是有明面的賬給大家查 還有暗賬 有些公式逃漏稅也是兩個賬本 你講的是逃漏稅 可是這是時代力量耶 這是清廉政黨耶 這是公開透明耶 這跟時代力量調戲完全都不符合嘛 所以說黃玉芬跟林以夢退黨 其實坦白說剛好而已 我這樣講好了 其實就我對時代力量了解 在2019或是18年年底跟2019年年終的時候 時代力量就已經陷入一種就是退黨潮 他們叫什麼 他們大家要棄船逃生 那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2018年那時候時代力量 在整個台北市提了五席議員 中山大統的林亮君 松山信義的吳征 士林北投黃玉芬 大安文商林隱夢 還有內戶南港蕭新盛 這五個人全部都已經退黨 為什麼 因為這五個人是誰的人 那時候台北市黨部主委叫什麼名字 叫做林常祖 這五個全部是林常祖的嫡系嘛 時代力量早就已經分兩派 一派是黃國昌跟徐永明派 一派是林常祖跟洪慈庸派 那時候他這四個人都是時代力量立法委員 那個時候2019年的時候 林常祖跟洪慈庸在選立委之前 宣布退黨的過程中 林亮君 吳征 蕭新盛 就我剛剛講的 這五席其中三個人已經退了 這個時候黃玉芬跟林隱夢 只是借機退黨而已 就早時間退黨而已 他們沒有什麼真的什麼什麼 清廉 漢衛民 就是他們一直在找個時間 徹底跟時代力量切割 為什麼要切割 因為他們被民進黨裂解了嘛 在民進黨的立場 時代力量越大 民進黨越不好選嘛 因為其實坦白說 現在時代力量或民眾黨 拿的所有不分區去立委的席次 在民進黨眼裡都應該是我的 在民進黨眼裡都應該是我的 我只要把時代力量裂解了 把民眾黨裂解了 未來這部分區其實全部都只能投給我 整個世界 當整個台灣政黨只有國民黨跟民進黨可以選的話 七成的支持度都是灌給民進黨嘛 那民進黨長期遇到一個困難就是說 我的總統候選人的支持度很高 六成左右 七成左右 可是我的不分區只能拿三成 三成多一點 為什麼 因為大家還是希望給小黨機會 所以中間也看到非常多民進黨在 不斷裂解時代力量的痕跡之所在嘛 那這東西只是個爆發點 那我問你了時代力量走到今天 它的政治能量 這個潰散之後 誰會是最大受惠者 激進黨 一般以為是民眾黨 抱歉沒有 民眾黨其坦白說 民眾黨現在所有策略 都在跟國民黨搶藍營的盤 所以小黨剩什麼 沒有啦時代力量 我要講小黨年輕偏綠的 台獨啊台灣本土意識等等的 價值觀政黨只有激進黨 而且激進黨是有超級明星的 激進黨在罷涵的過程中 是有角色的 激進黨在陳柏惟 在立法委員選舉中 是展現出他的基層實力的 所以時代力量被裂解之後 下一個當然是激進黨去吃這個盤 可是問題是激進黨當這個盤吃掉 他也會面臨到時代力量同樣的問題 你身為一個小黨 要不要監督民進黨 你如果監督民進黨的話 那你就是國民黨同路人 你如果跟國民黨站在一起的話 那你叫做中國同路人 那你如果跟民進黨 譬如像林長佐跟洪志通 跟民進黨走太近的話 那就要失去小黨的主張跟意識嘛 所以這件事情 他們會發生一種進退兩黨的狀況 黃國昌當時就是因為 試煙案導致整個時代力量 被民進黨的資者所討厭嘛 所以這是台灣這個大政堂的 大環境下小黨的困難 就是說你因為你是民進黨扶持出來的 你回頭如果要罵民進黨的話 你的資者會流散 所以他會有那種進退失際的困難 所以我認為啦 激進黨在下一屆 應該這樣講 激進黨在這一次 2022年的市議員席次 全台都會大幅增加 跟當年的時代力量一模一樣 可是當你大幅增加的時候 你2024年的立法委員選舉的時候 你就要思考 你要不要跟民進黨大幅合作 好 如果大幅合作的話 你就請鬼拿藥單 你未來沒有辦法去監督民進黨 你如果沒辦法監督民進黨的話 那你激進黨就會面臨泡沫化 跟公信力破滅的問題 好 創下怎麼看 其實時代力量這件事情出來之後 最近突然有一個人 在網路上在年輕人裡面 又紅起來 非常老的叫做林卓水 林卓水在2018 3月的時候 就寫了一篇文章 認為時代力量終將泡沫化 用了兩個字 自殘 所以你可以看到現在他們真的就是 完全一個自常的一個狀況 所以應該時代力量 現在台北市都沒有了 現在全部時代力量 只剩下最後一個人 然後大家在關注的 就是鳳山的黃捷 那鳳山的黃捷 你到底那個情況怎麼樣 但是如果搞成這樣子 那黃捷後面呢 當你時代都沒了 所以剛剛講的 激進黨會去擴散 而且確確實實 因為最近蘇振青也弄得難看 那至於國民黨沒有人去看 所以年輕選票 確確實實有一些年輕人 會往激進黨那邊去 但是去了以後 時代力量還是出來一個問題 包含他們現在 留著網網魚或這些人 你怎麼樣 在現在這樣一個狀況裡面 去號召 所以時代力量被崩解 大概被泡沫 也是台灣有史以來 歷史上最快被泡沫的政黨 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激進黨能夠吃多少 而吃下來之後 除了有明星之外 接下來就是激進黨 現在在接下來的議題裡面 內政的議題 包含經濟的議題 如果他沒有辦法的話 最後台灣就回到一個大黨 然後剩下的國民黨 存在那邊 其他的小黨 大概都沒什麼機會 好 我們稍後回來 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